除了美珠政策之外 新政府还没有上任就转弯的政策 从一开始的两岸监督条例 原本坚持了两国论调 最后还是修正为两岸 再加上最近闹得飞飞扬扬的美珠议题 这准农委会主委曹启宏 更是说没有能耐不开放 不过回推2012年的美牛案 当初民进党可是极力反对 如今这政策变卦 谁者更直言 这就是政治诈骗 美珠进口议题 新政府自先底牌 从以往的坚决反对 到180度过法夹弯的大转弯 IP换位置换脑袋 更有人批评民进党根本 就是把当初扣在国民党上的 丧权辱国的帽子 戴回自己头上 这个欺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政治人物必须要言行一致 立场要一致 如果政治人物的言行不一致 立场不一致 这就是政治诚信有问题 这就是诈骗行为 既然是诈骗行为 政治的诈骗行为 台湾的人民就应该要唾弃 直批这就是政治诈骗 因为回退2012年的美牛案 时任屏东县长的曹启宏 与民进党六县市长 以国人健康为理由 联合反对进口美牛 2016大选后 却对美珠改变立场 不过转弯的不只有这一个 两岸政策也同样掉头转向 从监督条例来看 原本坚持的两国论调 到最后修正为两岸用词 改成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让外界质疑从两岸到美珠 民进党其实就是间接认同 国民党政策 当初只是为反而反 这样的情形下 它不就是正面的凸显的 国民党原来坚持的对 这样的政治诈骗的行为 也违反了程序正义 也违反了他的所谓的 这种转型正义 那既然违反了转型正义 民进党就必须要向 全国人民先要道歉认错 我个人对台湾政治很失望 所以台湾没有一个政党 换了位置不会换了脑袋 就跟台湾没有一个政党 上台之后不会做斗争 再也反对执政难为 就国家治理上 有其需要考量的观点 若是在服务国民的情况下 政策转弯换位置 换了脑袋有其必要性 但若当时的佐菲金氏 竟是为反而反 这样的换位置 换了脑袋只会令人唾弃 华语新闻张荣甫 陈文宁台北采访报告